成功國中舞蹈班以及弦樂團開場炒熱現場氣氛 隨著疫情趨緩平穩迎接即將到來的聖誕節 衛福部基隆醫院特地點亮位在醫院中庭高6尺的聖誕樹應景 院方除了邀請成功國中和新一國小學生表演之外 院長林三祈也特地扮演聖誕老公公送祝福 和病患家屬以及醫護人員同樂 讓大家感受聖誕節溫馨平安健康的氣氛 今年天氣就反正義 天氣非常暖 以前很早在12月就很暖 所以我們這次的聖誕節其實是真的非常有過聖誕節的關鍵 我還記得我還在小時候 每年我就會布置聖誕書準備聖誕禮物 跟大家講我的小孩一直到國中一年級才知道說 我原來沒有聖誕的朋友 那我想這個聖誕節在目前來講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一個過節非常溫馨的一個時刻 那支持這個比較天氣很冷的時刻 祝福大家 我們都要加熱帶暖和保管 身體健康 感謝你們 包括副院長陳偉達以及秘書李林美也開心的和表演的成功國中 以及信義國小學生和老師們合影留念 感謝學校用心安排 以及表演同學們的努力和精彩 讓基隆醫院在聖誕節前夕有著滿滿的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